哈喽大家好 大联盟的战场上 要打出安打其实并不容易 所以各位球员无所不用其极 为了就是要挤出安打 站上尾包 帮助球队获得比赛胜利 今天带您看一些点小球变安打的例子 首先我们带您来看教室队的Alexis Amarista 他点球沿着三壘边线 所有到齐球员都站着看 希望球可以滚出界外 三壘手补手投手都跑过来看 结果球还是落在界内 补手懊恼的甩手 投手也不爽的捡起球来 再来是前阳机明星二壘手Robinson Cano 波士顿红袜的特别布阵让他有机可乘 他往三壘边线点 一不小心球就滚过三壘手Steven Drew Cano这时候还想拼二壘 Drew快传回来也来不及了 Cano点小球还变成二壘安打真是厉害 这位明星二壘手呆在杨基九个球季之后 在2014年与西雅图水手签下当时最大的10年2亿4千万美元合约 接下来是在201214年球季呆在杨基的林威朗 他点到投手跟三壘之间 蓝鸟投手将球捡起来往三壘船结果发生爆船 二壘上的跑者冲回来得分 一壘上的Francisco Cervelli也回来得分 林威朗的内野安打制造了2分 而且还帮助杨基取得5比3的领先 接下来是皇家队的Alcides Escobar 他点的这球其实点的不好变成内野小飞球 但是投手扑过来接没接到 反而让球往反方向滚 Escobar也马上冲向二壘 一个点不好的小球反倒成为内野的二壘安打 接下来是前红袜传奇球星David Ortiz 由于他喜欢拉打 所以任何球队面对他的时候 都会采取特别的防守布阵 他也把握住机会往没有人的三壘点 这突如其来的点球也让水手队完全没有机会 勇士队的Eric Young 面对大都会Bartolo Cologne 这一个点球直接是超越了二壘手的防守范围 飞到右外野的草地上 现场主播也称这球为历史非最远的点球 接下来是双城的前明星二壘手Brian Dozier 他点了老虎投手Matthew Boy投出的球 虽然是一个小飞球 但是即使在三壘手前落地 老虎野手快船一壘 结果发生爆船 这除了是一只内野安打之外 也是三壘手的失误 而且Dozier一口气要跑回本磊 球船回来也已经来不及了 谁说要打长打才能得分呢 再来是汪Pierre对决马铃鱼的Carlo Sombrano Pierre用敲打的方式将球打在地上 没想到这球的弹跳距离飞越三壘手 滚到左外野草地 这也轻松的成为一只二雷安打 我只记得前勇士明星游击手Raphael Foucault有这个能力 没想到Pierre也有这样的实力 再来则是费车人C-12 Hernandez 他的点球没有很好 所以投手Jake Dickman 轻松捡起来船向一壘 结果发生爆船 Hernandez这时候往二壘冲 然后再往三壘 结果外野手接到球之后 马上传三壘 又发生一个大爆船 球还飞出场外 这也让Hernandez可以直接回本壘得到这分 再来我们看2000年初的时候 运动家Raymond Hernandez的点球 点到投手Derek Lowe与三壘手之间 三壘手接到球 也已经来不及抓往本壘冲的跑者了 Hernandez的强迫取分 帮助运动家在12局下 以5比4击败红袜 最后我想要问大家 你心目中最厉害的点球球员是谁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 那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